我是2016年到公司来工作 在财务部,我叫王美凤 到这边,其实来到公司 我觉得以前跟以前的工作单位会有一些不一样 这里的,包括这里的老板 然后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可以说在书面语上面叫我同事 但是实际上就是跟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是一样的 到了这边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特别是我记得我进来的那一年 2016年 当时我们这边的工厂也才开始 生产的是第三个年头 在公司开始开业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那时候我是在 当时我们工厂两个厂房 办公点还不是,财务式的办公点还没有在工厂里面 办公场所可能会比较简陋一点 但是就是说从这一点 也能够看得出就是我们公司的最高领导的老板他们 注重的是把生产放在第一位 从这一点看得出就是他们是那种脚踏实地去干的那种企业家 所以从这一点上面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因为作为财务人员 可能因为我到这里来 第一印象就是看到没有很繁华的 就是说没有很漂亮的很高的那种办公楼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层的那种普通的办公室 然后财务室是在外面的一个地方办公 所以就说一路走过来 这个工厂就是说是真正在实干 员工也是一步一步跟着老板 然后走到今天 所以就说这让我作为一个作为一名员工 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像家一样的 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确实有辛苦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说工作 可能工作和生活 在家庭当中 我自己认为我现在的工作 可能是我人生当中 最大的乐趣之一 就是说除了生活 当然家庭当中也有小孩子 要顾 因为我是一个女儿 我是生完小孩 然后来到这里 带着小孩在这里工作的 那个时候我 我妈妈帮我带着小孩 然后我在这里工作 那就是说 包括林总他们对我也很关心 包括同事他们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 我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大家一起来帮忙 然后工作上面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也会来帮忙 所以说这让我工作上面的动力会更加足 见到他们的时候 那他们的为人处事 对于我来说是 很让我受感动 因为我看到他们 去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以及对工作上面的每件事情 还有对员工 还有特别是员工的家人 那种关心和帮助 就是看到他对身边的这些事和人 让我是非常感动的 我觉得像这样的企业家 能够把一个企业 然后呢领导到这种的一个高度 那必定肯定他们有他们能打动的地方 那么那个时候是 当他出现困难的时候 他没有没有开口向 其他任何一个人去 说请求帮助 但是呢 身边的人 他身边的人 都不约而同的来帮助他 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我最感谢的人 为什么说是这两位领主 就是说对于我个人 包括我的工作上面 我的家庭上面 其实他们给予我人生的启发多 我们并不是说 他帮助我哪件事情 就是每当自己遇到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选择 或者是说一些问题 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时候 那么他们都会拿出他们最宝贵的意见 拿出他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走过来的一些最好的见解 意见 给到我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不单单是说 只是我的一个老板 他们也是 我人生当中的一名良师